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8月22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王播报 我是Jennifer 900多万人口的以色列 作为接种疫苗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也是最早全面开放疫情管制的国家 但面对新冠病毒Delta毒株时 疫情却出现迅速反弹 8月20日18日至21日20时 以色列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129例 累计确诊985341例 新增死亡病例16例 累计死亡6775例 现存确诊病例67553例 其中645人病情严重 110人需要使用呼吸机 根据8月16日的一份报告 在以色列全国各地医院的514名 因感染新冠出现重症或微重症住院的病人中 近60%的人此前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 据科学杂志报道 以色列理工学院的生物心肌学家 尤里·沙利特对此表示 有这么多突破性感染 他们已经占主导地位 大多数住院的感染病人实际上之前都已经接种了疫苗 对于大多数突破性感染的患者 大约87%的人年龄在60岁或以上 而且至少在5个月前接种了两剂疫苗 研究结果表明 突破性案例并不像这个术语本身所暗示的那样 是一个罕见的事件 不过拉宾医疗中心病房负责人表示 大多数住院的 已接种疫苗患者的身体状况 都不健康或行动不便 在感染病毒之前就已经需要护理 以色列去年12月 起动新冠疫苗接种 主要采用辉瑞疫苗 开始接种后 效果一度非常显著 新增病例大幅减少 然而随着Delta病毒的传播 潜在的迹象表明 疫苗免疫力正在减弱 据以色列卫生部数据 5月2日至6月5日 辉瑞疫苗在以色列 预防新冠感染的有效率为94.3% 但随着Delta毒株传播 6月6日至7月3日 辉瑞疫苗预防染疫 有效率降至64% 6月20日至7月17日 有效率降至39% 以色列上个月 开始给年满60岁的人群 接种加强针 上周开始给年满50岁的人群接种 19日晚宣布扩大 新冠疫苗加强针 接种年龄范围至40岁及以上人群 以色列卫生部19日说 依照专业人士的建议 加强针接种对象扩大至40岁及以上人群 同时建议教师 医护人员 孕妇和养老院工作人员 全体接种加强针 接种加强针的人 必须已经完成全程接种 至少5个月 现年49岁的总理贝内特 20日在一家医院公开接种加强针 同时呼吁民众积极接种 他说疫苗安全有效 如果大家接种第三针 我们就能避免第四轮封城 以色列非营异性健康维护组织 马卡比18日援引一项 大规模研究的初步结果显示 60岁以上民众施打第三剂辉瑞疫苗 预防感染新冠病毒的效率达到86% 这项研究分析至少一周前接种第三剂疫苗的 149144名60岁以上民众所获防护结果 与1月到2月之间接种两剂疫苗的 675360人所比较 马卡比在声明中表示 注射第三剂的民众中 约37人检测结果呈阳性 仅注射两剂的民众则有1064人确诊 这两个比较组的人口结构类似 马卡比没有提供关于37起确诊病例感染严重性 或他们是否有任何潜在疾病的资讯 以色列大约930万人口中 超过540万人口已经接种两剂疫苗 将近130万人口已接种加强诊 路透社于8月20日报道 他们向加拿大的地产分析师所做的调查 得出的结论是 全国明年的楼房价格会趋于稳定 后疫情期间的楼房价格只会有轻微升幅 但是未来数年 国民对住房负担能力将会下降 报道指出 加拿大正逐渐摆脱疫情的影响 经济再次扩张 会使央行对货币政策的改变 因而使楼房价格放缓 而在加拿大地产协会最新公布的数字 已经反映了这一点 7月的全国平均房价已回落至 66万2000加元的水平 不过分析师相信 房地产市场尚未降温 但热度开始消散 最大的原因是 加拿大央行最快于明年 将记录低位的吸口提升 帝国商业银行资本市场的分析师 泰尔指出 利率大幅另进入市场的热衷程度上升 很多人很多方面出现了未来的透支 路透社于8月11日至19日 向16位分析师做出的调查显示 全国的平均楼房价格 预期会上涨16% 明年的预计升幅就只有3.2% 数字较三个月前预测的3.7%有所下滑 分析师又普遍预期 今年全国各地对住屋的需求有所放缓 包括多伦多和温哥华等炙热的地区 近60%的受访者预测 这种情况会至少持续一段时间 超过45%的受访者认为 利率可能上升 是未来12个月内 加拿大楼房市场面对的最大下行风险 另外也有大约70%的分析师相信 未来2-3年的国民在住房的负担能力将会变化 对于多伦多的楼房市场 调查预测2021年的价格升幅略低于15% 明年将上升4.0% 而温哥华的楼房价格 预计今明两年分别上涨13.2%和4% 另外国家银行公布最新的房屋价格综合指数 上月份有接近2%增长 较去年同期上升17.8% 主要是在沃泰华和哈里法斯的带动 而7月份房价指数 在全国11个主要房地产市场 连续5个月都录得增长 全国房价指数与去年同期相比较 上升17.8% 是连升12个月 也是有记录以来 升幅最强劲的12个月周期 加拿大左翼政党联邦新民主党 昨天在多伦多进行拉票活动 党领藏免成表示 特鲁多执政期间容许楼价和租金飙升 令国民难以负担 他承诺为家庭每年提供5000元的租金补贴 赌塞现金联邦机构的贷款规定 并且征收外国买家税20% 藏免成昨天早上在多伦多市中心 Laurosimico Street 一间餐厅天台召开记者会 宣布新民主党的房屋震纲 他说国民面临居住问题 不仅是难以买房 连租房也是一样 自特鲁多于2015年执政以来 情况开始变差 近几年来越来越变得难以负担 家庭每年多支付4212元 租住两税房的公寓单位 有些人无法负担 而被迫离开原来居住的社区 与会者之一的玛丽安分享他的遭遇 他表示过去数年与伴侣 在多伦多寻找租住的地方异常困难 一个两税房单位月租2500元 但相比亲戚朋友所租的公寓 比较为便宜 其实三年前在湖滩区 租住同类房屋租金不超过1800元 现实租金持续飙升 这是不应该出现的情况 也是难以接受的事实 为了支付租金 他们难以储蓄 生活变得更为结局 藏缅程指出 马利安的故事反映现况严重 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新民主党为家庭每年提供5000元上线的租金补贴 这笔资金向富裕人士征税 另外将会增加对亚马逊等具体收取税款 因为这些公司未有向加拿大纳税 他批评发展商 一直在利用加拿大按揭 及房屋公司的贷款购买建筑物 进行翻新再提高租金 迫使那些负担不起新利率的人 寻找其他地方居住 但特鲁多在执政期间容许这种情况发生 令正常危机变得更糟 藏缅程称 新民主党将会阻塞漏洞 对这类贷款实施严格规定 只容许用于可负担房屋 而不是所谓的翻新项目 以保护居民不会被逼迁 同时在未来10年会建造5000个可负担房屋 他指出 加拿大人应该以可负担的价钱购买房屋 而不该与外国投资者竞争 该党承诺 非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购买房屋时 会向他们征收20%的外国买家税 联邦移民、难民及公民部表示 他们在开放临时居民转为永久居民的类别 申请之后的25小时 就已经达到4万个国际毕业学生的名额 而部门内的备忘录就称 其实他们是超额接受 移民部称 他们已经收到超额的申请 多收了7307个在国际毕业生类别的申请 国际毕业生类别的特别移民项目的创立 是容许必须的工人、讲法语人士 以及在加拿大毕业的国际留学生 可以申请加拿大的永久居民资格 这是一个一次性的项目 于5月6日展开 并预期在11月5日会停止 或者满额为止 移民部表示 国际毕业生类别的超额接收申请 是由于电子系统出现技术故障 由于接收申请的计算器 是在接收申请时的实时计算 但是接收申请递交时是同步进行 因此在实时接收这些申请时 可能有人是同时按递交的按钮 所以就出现了上述计算的情况 当局表示 由于超额接收申请的个案 因此已经向移民部长 门迪奇诺提出要求 容许这些个案可以接受处理 一旦移民部长否决了部门的要求 按照一贯的政策 就要退回超额接收的申请 同时退回已经收取的申请费用 结果门迪奇诺于今年的6月28日 已经批准职员 可以处理已接收的超额申请 但是移民部表示 这不代表这个列别的申请会再次重开 移民部又表示 他们不预期日后会再出现这个情况 因为他们已经采取措施 监察接收申请的情况 再加上人寿的及时统计 联邦移民部开展的临时居民转为永久居民的类别 引起很大的关注 但有人指出 开放后不久 接收的名额迅速满额 加上上述的技术性错误 移民部应该做出改善 有申请者也表示 他们在递交申请后是无法更改申请表上的资料 一旦他们在填写时有出错 他们的申请就会被定为不合资格 不过移民部称 移民官员会直接接触申请者 要求他们提交缺漏的资料 移民部在回应传媒的提问时说 不完全的申请是会由移民官员直接处理 一旦发现有任何缺漏 会直接与申请人跟进 但是申请人切勿向当局提交 任何未被要求提交的文件 若他们这样做 这些文件是不会受理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